中共強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 已經引起越來越多的國際關注 除了6月底在美國召開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 關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之外 美國移植雜誌今年4月刊登的一篇論文也揭露 中國存在著包括良心犯在內的被關押者 在腦死之前遭到活摘 在6月28號舉辦的國際宗教自由峰會期間 多位法輪功學員揭露了他們的親人 遭中共互行迫害的經歷 隔天在布魯塞爾也舉辦了一場 關於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主題研討會 會上展示了國際追查迫害法輪功組織的調查錄音 雙方陳述的內容互相佐證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存在 全國性的器官移植的增長 今年4月份 美國移植雜誌刊登了由澳洲國立大學中國研究博士生羅伯森 和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醫學院教授拉維聯名發表的一篇名為 《通過摘取器官執行死刑》 中共違反死亡捐獻者規則的研究報告 揭露中共執法機構一直在與醫院合作 系統進行活體摘除器官 拉維和羅伯森6月27號在以色列網站Tablet Magazine上發表文章 還原他們挖掘證據的每一個步驟 報告中指出 在中國 幾乎所有的器官捐獻都來自被關押者 摘取器官的外科醫生也是櫃子手 以法輪功學院的大規模關押作為基礎 把這些人當作一個最大的器官庫 之後到了大規模破壞新疆人以後 很多新疆人也成為了器官活摘的另外一群受害的人群 總的來說 在過去20年裡 每通過活摘器官來謀取暴力的這麼一個龐大的產業 所以這個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為了找到更多證據 羅伯森和拉維從12萬多篇發表在 器官移植學術出版品的中文論文裡 抽樣選出了2838篇 然後利用電腦分析其中的數據 結果發現 有71篇論文沒有具體描述心臟捐贈者的腦死情況 羅伯森和拉維懷疑 這些腦死情況不明的器官捐贈者 是在被摘取心臟的過程中致死 可以說中國大陸醫生的論文裡面 存在著大量的候災器官的證據 這是無可辯駁的 所以就是這些文章都很明顯的 就是說它存在著隨意判定腦死完 然後隨後進行情況移植這個現象 而且這些文章它是發生在中國很多的醫院 不同的省市地區包括軍方的醫院也有 所以就是整體上說明是一個比較普遍的現象 在這份研究中 中國外科醫生明確表示 他們在插管前打開了胸腔 並觀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臟跳動 也就是說 這位受害者沒有出現腦死亡 還活著 拉維和羅伯森表示 但是 中共大規模器官摘取的反人類罪行 是在手術室的大燈下秘密完成的 因此幾十年來一直難以被外界發現 全球對這些罪行的沉默是不合情理的 美國國會參議員湯姆科頓6月28號引述這兩位學者的論文 並推文說 中共繼續從受迫害的宗教團體 良心犯和囚犯身上摘取器官 克里斯康斯參議員和我提出立法 要求中共對這些令人髮指的罪行負責 當時的進行佔 中間 選擇 極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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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度